中国的春秋时期毫无疑问是个乱世 崇尔就出生在这个乱世中 从43岁开始先后在八个诸侯国游荡了19年 最后以62岁的高龄登上了王位 仅仅在位五年后 他就被周天子封国称霸诸侯 并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让晋国强盛了将近100年 崇尔的父亲是晋献公 他的崇妃李姬想立自己的儿子姬希奇为太子 于是陷害太子身生 导致太子身生自杀 李姬接着诽谤另两位可能被立为太子的候选人 崇尔和他的弟弟姨吾 得到消息的崇尔和姨吾分别逃到了蒲城和驱城 从此开始了流浪 现功去世 黎姬的两个儿子相继继位 太子身生的手下呢 一直想为自己的主人报仇 于是找机会刺杀了黎姬的两个儿子 黎姬的儿子死后 清大夫们想打算拥立崇尔 崇尔看到国内形势混乱 就蜿蜒谢绝了 结果身生另一个弟弟姨吾当上了晋慧公 他首先想到的是崇尔可能会抢自己的王位 于是就派人追杀崇尔 崇尔欲哭无泪 可是又没办法 只能收拾好西软继续逃命 路上他听人说 齐桓公李贤下士 是个好国军 就直奔齐过去了 路上崇尔饿得只能逃败 经过一路的颠沛流离 总算到了齐国 齐桓公不仅没有低看这位流亡的崇尔 还将自己亲戚家的女儿嫁给了他 又过了三年 崇尔的手下密谋离开齐国 绝之被侍女听到了告诉崇尔的夫人 夫人齐将不是一般的女子 他杀了这个侍女 劝崇尔势不宜迟赶紧离开 崇尔说 人生在世能享受安乐就足够了 哪还管得了其他的事 我准备就老死在这了 他的夫人很厉害 讥讽他说 你堂堂一国 公子不想着赶紧回国 好好报答 跟随你的人 却只顾自己贪图安逸 可崇尔就是不听 齐将只好和谋士们谋划 把崇尔灌醉扔上车 车子跑出了一百多里 后崇尔醒了 十分生气 但也没有办法 只好带着自己的手下继续流亡 最后来到了楚国 楚城王用对待诸侯的礼节 接待了崇尔 宴会期间 楚城王问 如果你能回到晋国 打算用什么来回报我呢 崇尔沉思了一会儿说 如果不得已 将来我与您战场上兵龙相见 我愿退避三舍 一舍就是三十里 三舍就是九十里 在楚国待了几个月后 形势发生了转机 一直对晋国不满的秦国 派人来请崇尔 崇尔于是来到了秦国 到秦国后 秦木工把自己 亲戚的五个女儿都嫁给了他 后来晋慧宫已无死了 他的儿子 公子又几位 就是晋怀宫 但也没过几个月 秦国发兵护送崇尔 回到了晋国 做了国军 史称晋文工 刚继位就遇到了 周湘王弟弟 书代反叛 周湘王逃往 上国避难 赵崔 劝晋文工 想称霸诸侯 最好的办法就是 拥护周天子 这样 立国还不稳的晋文工 出兵护送周湘王 返回洛阳 感激提灵的周湘王 把河内 相反两地 赐给了晋国 这个救命之恩也成了 晋文工后来 称霸诸侯的政治资本 后来晋国与 楚国真的发生了战争 晋文工信守了自己的诺言 先退兵九十里 然后反戈一击 最终获得了胜利 事成成仆之战 成仆一战 楚国进军中原的锋芒 受到了挫折 中原 诸侯都拜晋国为大哥 晋文工传奇的一生 和其他雄才大略的君主不同 他并不是一个有野心 有志向的人 更像是被敌人和幕僚逼出来的 当然还有他那彪悍的夫人 不过晋文工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李贤夏是善于发现人才 这也是他能够成就霸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晋文工五年春 周湘王正式任命晋文工为诸侯盟主 帮他管理各诸侯国 从此晋国开始图霸中原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我们说一下 本讲提到过的秦武工的故事 他也是春秋五霸之一 好的 我们下次见